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总统就任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声明过 你是尊重差异公平正义 你会推动自治 以及你会让我们原住民族自主发展 2012年你当总统的时候 你又再一次重申 你会尊重原住民族的权利 以及尊重多元的文化 但是我看到11月7号的时候 你在这个马席会提出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同属炎黄子孙 你是不是忘记 你之前所说的承诺 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当中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讲 说台湾是同属于中 同时是血浓于血 我告诉你 台湾原住民的血统 连一滴七分之起 从来都不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是原来这一块土地的主人 你竟然可以把台湾原来原住民的存钱 为了你的历史的定位 来出卖台湾原住民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严重的抗议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 这个炎黄子孙这种说法 是非常落伍 非常这种法西斯的种族主义这种思维 他跟中华民族连在一起 就马上就是连结到这个纳粹法西斯 那种种族主义 那种非常排他性的 非常狭隘的 非常危险的 他这种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中国是很多民族的国家 不是只有原皇主义 不是只有中华民族 他也很清楚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跟各位报告理由非常简单 他是要故意的运用这个符号 来制造台湾内部的认证 他知道台湾内部有主义问题 他说我们是市居在这个中央山外 可是为什么这个马先生说 我们是年华子孙 是同属中华民族 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伤害到我们的孩子 也伤害到我们过去 所有原住民在努力 建立一个主体性 合乎上帝供应 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民主 关于这一点 我们正在教会内场深深的不认同 马先生 马总统 你曾经对原住民这样说 我会把你当人看 而且要好好的教育你 你来到我们这个行政区内 你就要照我们这个行政区的规矩来生活 但是我要把这一句话再访给你 当我们原住民四百年来 外来殖民统治来的时候 我们敞开双手 就像海洋民族阿北族 他们的海洋一样的宽广来接纳 就像所类民族在高山上 无论是大武山或是大牧母山 玉山 大坝尖山那样的宽广来接纳的时候 你却辜重伤 我们把所有都给予你们 甚至你用行政权 治理权 把原住民无论沿海 高山 许多的土地都BOT了 我们这个没有再坚持 你把这个家当作不成家 所以我们台湾原住民 所有善良的一面 但是你不要把善良当做 你觉得我们是很无知 或没有任何的知觉的 剥夺原住民族的权利 土地 狩猎 文化 一一的都被剥夺了 现在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殖民政府 竟然还要把原住民族 卖给那个叫做中国的政府 身为原住民族的青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能接受 身为原住民族的青年 我在这里要郑重的告诉 这个中华民国殖民政府说 过去我们的长辈很温柔 可是如果你们再不尊重我们的话 我们不会再温柔 我们也不会再谨慎 我们一定会起身反抗 目前当所有的台湾社会 对马锡会这样子出卖台湾主权的一个动作 感到愤怒之际 有很多人提出台湾有85%的人 都原住民族协同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 严正的我们觉得不受尊重的一个反应 台湾的主权固有没有错 但是不是用这样子消费原住民族的方式 来去与中国做出一个切割 台湾原住民族不是炎黄十顺 原住民也不是中华民族 而是原住民接纳了中华民族 什么时候台湾这个社会 可以真正的尊重原住民族 除了表达对马锡会这样子的一个 粗暴出卖台湾主权的抗议之外 同时也要证告台湾的社会 原住民族不是让我们消费的 原住民族是这块土地上的长子 我们可以和睦共存的在这块土地之上 可是不应该被拿来 作为中华民族切割中国主权的一个工具 最后我要再一次也再讲 我们原住民 因为许多的是投机取巧的台面上的政客 多少时候你特别在中国国民党下 被服役被养育被特定 成为政客的 而有时候你就变成是 你忘了你是谁 他不会分你是原住民或是外省或是客家 所以中部国民党下 你如果在这里图抹一己之私的 占尽一些政治的一些灾难财了 我警告1月16号 我们原住民要觉醒 票不要投给这样的一个政客